网址转成QR Code来做传送 这个网址大概没有人可以打出来 超过100多个字,还分大小写 点这里复制起来 再开一个新的分页 去哪里?去Google QR Code是二维条码 它可以传送更多更多的讯息 然后再按Enter键 按完Enter的时候 我个人习惯去这个网站 QuickMark制作条码 把它点起来 就会到这里来 这里的网站不错,免费哦 可以把你的资料转成QR Code 它可以转的项目很多 有网址、书签、联络人 这边有电话号码、简讯 这地方呢 它有这些1、2、3、4、5、6、7、8 这些都可以转成QR Code 我们刚刚要做什么 问卷是网址,在这里 我们刚刚不是录的藏的网址吗 在QuickMark这里 把网址选起来 Ctrl-V贴上 再来点这个产生 这个就是我们问卷的网址 QR Code 只要拿手机扫完 就可以填问卷 让你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把你产品的文宣 公司的网址 转完后的印在你的宣传单 再开了 老师如果要大一点 如果今天是个研讨会 再投影机打出去 很后面 人家没办法扫呢 大家看一下 这边还有更多 我可以把这图变成 目前是4乘4的大小 4公分4公分平方公分像素 我把它改成什么 15乘以15好了 产生哦 就这个图 那这样投影出去的话 连在最后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看见吗 太大了 我这萤幕都有点小 来我把它改成全画面来看 这个 那这样呢 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呢 手机照就可以照到 就可以马上提问卷 那这个就很方便 来 那这个网址就这个Quickmark 我刚把网址贴到这里来 点产生 从这里可以切大小 那当然大小完以后 你可以把这图下载下来啊 可以印在公司的文献 或什么操作手册上面 有时候看手册看不清楚啊 你可以把它录一段影片 来再看一个哦 假设说我今天是什么东西 假设说我今天有一个影片是操作 假设我介绍 我们公司最近呢 聘请阿基斯来当我们的主厨 对不对 那他的菜呢 阿基斯的这个 YouTube影片 你可以把你公司影片放在这里 来哦 我们请他来 来我教你怎么做菜 这个网址就等于这个 你也可以到这Quickmark来 把这个把它选起来 来点这里 Ctrl A Delete Ctrl V贴上 那这个 太大了太大 不要那么大 我放右边脚 6乘6 这个网址就等于这个影片 所以我想 诶老师 那我们公司网站可不可以啊 我去哪里 我去Yahoo 这是Yahoo的网址哦 Ctrl C复制 再到 回上一页 再到这里来 选起来Ctrl V 产生 我想告诉你 这个就是Yahoo的网址 每个网址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把公司产品呢 放在YouTube里面呢 再透过这个Quickmark转成QR Code 再印到你的什么 操作手册文宣啊 如果说你的东西设备 你把它拍完录音怎么做 有些常常手册看不懂 这洗衣机怎么使用 你要不要把它做成一个影片 拍完以后呢 然后转 放在YouTube 再把它转成QR Code 放在你手册里面 手册看不懂没关系 手机扫一下 看影片怎么操作 看影片是比较容易学习的 所以这东西还蛮有用的